好 接下来讨论第二节杠杆系数的衡量 我们首先先明确一下什么是杠杆效应 本质上来讲杠杆效应是因为什么呢 某项固定成本存在所导致的一种放大变动性的效应 据代表是这样 由于某项固定成本的存在 当某一个操变量发生较小幅度的变动的时候 它将会导致另外一个相关的操变量产生更大幅度的变动 就是我刚才都讲到的所谓杠杆效应 就是因为固定成本的存在而引发的一种放大变动性的效应 那杠杆效应对公司影响是什么呢 在提高公司预期收益同时也放大了公司的风险 好 这个观念要明确 我们在这一节讨论杠杆效应 以及相应的杠杆系数衡量 归根结底是什么呢 是为了进行这个风险的衡量 也就是说要把杠杆相应跟风险的相互关联在一起 好 再有还是从杠杆相应的这个概念出发 去体会怎么去定义这个杠杆相应 可以讲 无论是我们后边讲到的经营杠杆操杠杆 还是联合杠杆 你无论定义哪一个杠杆相应 记着在这定义当中呢 都是有这么三段 或者是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什么呢 某项固定成本的存在 这是所有杠杆相应产生的根源所在 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 杠杆相应必须是由某一个杠杆变量的变动所激活 也就是某一个杠杆变量呢 它会发生一定幅度或者说较小幅度的变动 好 第三个要点就是什么呢 这个杠杆相应的表现 咱俩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所谓杠杆相应就是放大变动性的效应 好 这就是第三块 当某一个变量发生较小幅度变动之后 它就会导致另外一个相关变量产生较大幅度变动 所以记住只要定义杠杆 你就记住这三个要点 哪项固定成本存在 谁的变动会放大谁的变动 就这三块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经营杠杆系数衡量 咱俩也说了 我们衡量杠杆效应 其实主要目的呢 还是为了衡量风险 那从概念上也不难理解 经营杠杆显然应该是跟经营风险有关系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经营风险 教材其实对经营风险的解释呢 我认为是比较失败的 他这么说的 企业未使用债务时经营的内在风险 好 什么叫未使用债务时呢 其实教材是想告诉大家这么一个道理 经营风险是高是低 有还是没有 跟企业是否使用债务没有关系 意思就是说 即使企业没有债务 经营风险呢也存在 他想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事 好 在这里必须把这个观念树立起来 经营风险的高低 字面就告诉你了 它是经营风险 也就是说经营活动产生的风险 跟什么呢 跟金融活动 尤其是跟金融活动当中的这个 筹资活动 特别是债务筹资活动 没有关系 所以教材他强调 即使企业没使用债务 你这个经营也会存在内在风险 那这就是我所强调的 经营风险的第一个性质 它应该是企业经营活动的结果 那什么是经营活动呢 来自于我们第二章 讲这个管理用操保表体系的知识 所谓经营活动 对于非经营企业来说 就是它销售商品 或提供劳务等营业活动 以及与此有关的生产性资产的投资活动 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所产生的风险是经营风险 也就是说经营风险跟企业做什么生意有关 跟企业如何去筹集做生意的钱 没关系 比如从英文来看 经营风险叫什么呢 叫business risk business不就是什么呢 生意吗 对吧 那就说你的生意的性质 也就是你的经营活动性质是什么 你的经营风险的性质就是如何 至于你做生意所用的钱 有多少是你借来的来自于负债融资 有多少是你作为所有者自己投入的 这跟经营风险无关 所以说经营风险的与筹资活动没有关系 再有大家知道 一个企业他可以不借钱 也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就不会承担 我们后边讲到的因债务筹资所引发的财务风险 但是企业可以不借钱 但企业不可以不经营 如果一个企业不经营 不就等于关门大吉了吗 那还叫企业吗 对吧 所以说只要企业从事经营活动 他就必然要承担经营活动所引发的经营风险 这个观念也必须要树立起来 经营风险是一个企业必须承担的风险 但财务风险就不是了 如果企业不借钱 他可以不承担 这个观念要清楚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经营风险 他的表现形式 这个大家务必务必要记住 尤其在我们后边讨论 经营风险与操风险的关系的时候呢 还会再次重大这个观念 很简单 经营风险 他主要表现为是稀税前利润的变动性 我们用EBIT来表示稀税前利润 好 那稀税前利润怎么去计算呢 我们按照那个量本类分析的基本方程式来描述一下 关于量本类分析 我们后边呢 还会再说 稀税前利润应该等于销量乘以单价与单位变动成本的差额 也就是乘以单位编辑贡献 而销量乘以单位编辑贡献得到的呢 就是编辑贡献总额 在编辑贡献总额基础上 在减去固定经营成本 得到的就是稀税前利润了 大家注意 在很多场合 包括我们这本教材当中 通常呢 就不写经营两个字 就直接写固定成本 那你应该明确这个观念 所谓固定成本 通常默认的是固定的经营成本 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呢 因为大家知道 银行借款也好 是发行债券也好 所要支付的那个利息费用 从性质上来讲 其实它也是固定成本 它同样不会因为公司的销售量了 销售收入了 这些业务量水平的变化变化 但是利息费用 虽然是固定成本没问题 但是它并非是经营活动产生的固定成本 它是债务筹资活动产生的 所以说我们会不会讲到 像什么债务的利息费用了 甚至包括优先股股利了 它也是固定成本 但它应该叫做固定性的融资成本 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固定成本 默认指的是固定的经营成本 比如说机器设备的折旧费 对吧 好 这点要清楚 那大家还需要明确 为什么经营风险 它必须要用七税前利润的变动性来衡量呢 当然变动性这个概念 大家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之前在讲风险概念的那个质点的时候呢 就已经定义过 所谓风险指的就是一种变动性 但为什么经营风险不用净利润 也不用利润总额 必须要用七税前利润的变动性来衡量呢 这个观念是必须要清楚的 很简单 就是因为七税前利润 你看一下 在计算过程当中怎么样 它扣除的是变动成本和固定经营成本 这两块吧 而且一般来讲 变动成本基本上都是产生于经营活动的经营成本 因为融资成本当中 随着业务量的变动而变动的几乎就没有 这就意味着所谓新时间利润 就是营业收入 也就是经营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扣除什么呢 经营性的成本费用之后的结果 不是没减利息费用吗 大家知道固定经成本当中不含利息 那么没减利息费用 也就意味着它没有扣除这种筹资性的成本费用 其结果 我们计算吸水间利润 就是经营活动产生的营业收入 减去经营活动产生的经营性成本费用的结果 因此它完全是企业经营活动的结果 而不受筹资活动影响 现在清楚了吧 因为大家知道经营风险与筹资活动无关 所以说我们在衡量经营风险的时候 所入到的这个指标 这个收益值也必须和筹资活动无关 是谁呢 只能是吸水钱利润 更进步来讲 由于计算吸水钱利润的时候 没有减出债务利息费用 不是吸钱吗 对吧 它没减出债务利息费用 也就意味着 无论公司是否举债 以及这个债务在资本总共当中所占的比重有多大 也就是资本结构如何 吸水钱利润呢 都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它没减啊 这就意味着吸水钱利润 事实上是不受筹资活动影响的 所谓不受筹资活动影响 在这一章 你必须要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不受筹资活动影响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不受资本结构影响 因为筹资决策的核心问题 就是资本结构问题 也就是在公司的资本总共当中 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 到底各自占到多大的比重 相应的 如果说不受资本结构影响 也就意味着不受到资本总共当中 债务资本的比例的影响 好 那大家知道债务筹资将会产生财务风险 对吧 那么不受到资本结构当中 债务比重的影响 也就意味着不受财务风险影响 这是一回事 不受筹资决策影响 不受资本结构影响 不受操风险影响 这是一致的 相应的 筹资活动 它不会影响 税税前利润本身的数额 它只影响什么呢 它只影响 税税前利润 在债权人应得的收益 也就是利息 和股东应得的收益 在不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 就是那个税前利润总额 二者之间的分配 但是它不影响 税税前利润的大小 这好比说 税税前利润 就把它看作是一块蛋糕 那么筹资决策 或者说资本结构 它只影响什么呢 这个蛋糕该怎么切 多大一份给债权人 多大一份剩下给股东 但是筹资决策 不会影响这块蛋糕本身的大小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经营风险的影响因素 就很好理解了 既然经营风险就表现为 税税前利润的变动性吗 所以说经营风险影响因素 也就是导致税税前利润 发生变动的因素 那么按照本量力分析的 基本方程式 大家知道 影响税税前利润的 就这么四个因素 销量 单价 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总额 那么哪些因素会导致 这四个变量发生变动 继而会导致 税税前利润发生变动 那么这些因素 也就是影响经营风险因素了 好 这样才用提到五个方面 不难理解 都是影响税税前利润的因素 首先产品需求 影响的不就是那个销售量 我们用Q来表示 对吧 需求越大 打销量不就越多吗 再有产品售价 好 这就直接是 税税前利润的那个函数 关系式当中的一个变量了 那我们用P来表示 单价 再有就是调整价格能力 还是单价吗 对吧 再有就是产品成本 两个方面 一个是变动成本 那我们用V呢 来表示那个单位变动成本 再有什么呢 就是固定成本总额F 对吧 这是产品成本 也是影响细时前利润的因素 再有就是固定经营成本所占的比重 它其实还是跟这个固定经营成本 它其实还是跟这个固定经营成本F有关 而接下来你会看到固定经营成本所占的比重 直接是影响谁啊 直接是影响谁啊 就是影响这个经营杠杆 大家还记得杠杆效应就是因为某项固定成本存在所引发的放大变动性的效应 而经营杠杆就是因为固定经营成本存在所产生的杠杆效应 好 下面来看一下经营杠杆系数的衡量方法 首先就要明确什么是经营杠杆作用 咱下面说了 只要定义杠杆效应就是那三段式 首先哪项固定成本存在 从名称就能理解经营杠杆作用吗 那显然是因为固定经营成本存在所引发的杠杆效应 好 接下来第二段是哪一个变量发生变动所激活呢 好 记住 对于经营杠杆作用来讲 是因为营业收入或者是销售量的变动所激活 好 第三段是产生一个怎样的放大变动性的效应呢 也就是说放大的是谁的变动性呢 好 对于经营杠杆来讲 放大的是吸水钱利润的变动性 也就是说营业收入或销量变动会引起吸水钱利润更大幅度变动作用 这就是经营杠杆作用了 好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呢 让大家体会一下经营杠杆作用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以及它的原理又是什么 好 假设RM公司只生产和销售一种产品单价是10块钱 单位变动成本的是6块钱 二者相减能够得到单位编辑贡献是4块钱 每年的固定经车门总额的是200万元 好 2013年的销量的是100万件 销量100万件乘以单位编辑贡献4块钱得到编辑贡献总额的是400万元 再减去固定经车门总额200万元得到13年的吸水钱利润是200万元 好 现在假设2014年销量的会提高10% 从100万件提高到110万件 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经车门总额仍然不变 好 那我会计算一下2014年预计的吸水钱利润将达到多少呢 240万元 也就是说这个销量提高10% 在单价单位变动成本都不变的情况下 也就意味着单位编辑贡献也不变 其结果呢 编辑贡献总额会提高10% 从原来的400万提高到440万 但是固定成本总额仍然不变 还是200万 所以说440万的编辑贡献总额减去200万的固定 经营成本总额得到新的吸水钱利润呢 是240万 好 和13年200万相比怎么样呢 是提高了20% 好 我们注意到 当销量提高10%的时候 吸水钱利润的提高20% 是销量提高幅度的两倍 这就是经营杠杆效应 怎么引起的呢 就是因为企业存在这200万元的固定经营成本 好 具体来讲 产生的根源就是这样 大家知道 由于固定经营成本 它不会随着销量的变动而变动 因此 当销量发生变动的时候 如果单价不变 那么营业收入会等比的变动 比如说 刚刚看到的M公司例子 单价不变情况下 销量提高10% 营业收入呢 就会提高10% 接下来在成本总额当中 只有变动成本总额和销量的是同比例变动 因为我们假设单位变动成本不变 其结果 销量提高10% 变动成本总额也提高10% 而固定成本总额始终是不变的 那大家就不难理解 在成本总额当中 在成本总额当中只有一部分成本跟销售量或者是销售收入 当比例变动 而另外一部分成本怎么样呢 是根本没变的 其结果显然会导致成本总额的变动率 就要小于营业收入的变动率 比如M公司情况 当营业收入提高10%之后 事实上成本总额的提高幅度是小于10%的 那因为只有变动成本总额提高了10%等比例 而固定成本总额没变 那显然由于收入的增幅是大于成本增幅的 或者反而来讲成本的增幅小于收入增幅 那势必会带来吸水前利润产生更大的增幅 或者说吸水前利润产生更大幅度的变动 当然在这里要注意杠杆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刚刚以M公司为例讲的是什么呢 销量提高使吸水前利润呢 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那大家呢也不难理解 如果销量下降 它也同样会导致吸水前利润有更大幅度的下滑 对吧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经营杠杆系数的计算 所有的杠杆系数都是有两种公式 一种是定义公式 一种是计算公式 定义公式呢 通常并不拿来去直接进行杠杆系数的计算 它只用来表明杠杆系数的经济意义 是什么意义呢 其实就是一个倍数 以经营杠杆为例 怎么理解这个倍数呢 我们知道所谓的经营杠杆效应 指的是由于固定经营成本存在 使得销售量或者是营业收入变动 放大吸水前利润的变动 那显然要想知道这个经营杠杆效应有多强 我们得知道销量或者是营业收入变动 能够使吸水前利润发生多大幅度变动 或者说放大多少倍吧 因此这个公式其实你就能够推理出来了 就是用吸水前利润的变动率去除以营业收入或者是销售量的变动率 用符号来表示这样 吸水前利润变动率 我们就是用吸水前利润的变动额去除以当前的吸水前利润 也就是dirtyEBIT除以EBIT 相应的营业收入或销量变动率的 我们就用这个dertaS比S 把这个表示营业收入变动率 dirtyQ比Q呢 表示是销量变动率 比如说 以前面M公司的数据为例 我们知道当销量提高10%的时候 它引起吸水前利润的提高20% 那么吸水前利润变动率20% 除以销量变动10% 这个两倍就是我们所说的M公司 它的经营杠杆系数 我们用符号DOL来表示 这是经营杠杆系数的英文字头缩写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经营杠杆系数的计算公式 很简单 其实都来自于本量率分析的有关的关系是 经营杠杆系数 它应该等于编辑贡献和吸水前利润的比值 而编辑贡献的就是销量乘以单价与单位变动成本之差 在编辑贡献基础之上 再减去一个固定成本 也就是固定经营成本总额 得到就是吸水前利润 或者销量乘以单价与单位变动成本之差 也可以理解成为什么呢 就是销售收入总额S 减去变动成本总额VC的结果 再有 将编辑贡献与吸水前利润的比值通过整理 你还能够得到这么一个管理师 在某些情况下 它可能更好用 是什么呢 一加上固定成本总额和吸水前利润的比值 这个公式对于大家理解经营杠杆系数的性质可能更加有用 一会你会看到它的用途了 我们还是以前面M公司的数据为例来看一下M公司注意我的措辞 在2013年销量为100万件时候的经营杠杆系数是多少 注意两个细节 一个是时期 一个是销量水平 向大家明确两点 首先一点是什么呢 一会我们会谈到 经营杠杆系数 它其实是销量的函数 也就是说不同的销量水平是有不同的经营杠杆系数的 在销量为100万件时候 经营杠杆系数多少呢 好 把销量100万件带入公式 100万件的销量乘以10块钱单价和6块钱的单位变动成本之差 得到的是边际贡献总额400万元 再出以吸水前利润 也就是边际贡献总额400万 再减去200万的固定经营车本结果 也就是200万元的吸水前利润 400万的边际贡献 除以200万的吸水前利润 得到这个金杠杆系数呢 应该是两倍 或者按照这个公式 一加上200万的固定经营成本 除以200万的吸水前利润 也能够得到金杠杆系数呢 是两倍 这两倍的金杠杆系数 怎么去理解它的经济意义呢 注意 指的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比如说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和固定经成本总额不变 怎么样呢 2014年的吸水前利润 它的变动率将是销量变动率的两倍 什么意思呢 隐含这么一个假设 金银杠杆系数 以及后边讲到的所有杠杆系数 其实都是这个规则 它其实是一个预测型的工具 什么意思呢 你根据2013年的销量 计算出来的其实是2014年的杠杆系数 怎么理解啊 意思就是说 在2013年销量100万件基础之上 当然因为大家知道 金杠杆系数以及金杠杆作用 其实它都是销量的函数 在2013年销量100万件的基础之上 2014年的销量 每提高或降低1% 会导致2014年的7日前利润 在2013年的基础之上 怎么样的提高或降低2% 注意这个性质 好 下面来讨论金杠杆的具体性质 明确这么两大点 首先 金杠杆系数应该是营业收入 或者是销售量的函数 但刚才已经强调这一点了 你从公式来看 如果将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和固定金成本总额 都视为是常数项的话 那显然 如果把金杠杆系数看作是函数 次变量是谁呀 次变量不就是销量Q 或者是销售收入S吗 对吧 所以明确这一点 金杠杆系数是营业收入 或销量函数 也就是说 不同的营业收入或销量水平 应该有着不同的金杠杆系数 一般来讲 营业收入或销量越高 其他条件不变 那么金杠杆系数应该是越低的 很好理解 因为金杠杆系数计算公式之一 就是一加上固定金成本 除以稀税前利润 对吧 其他条件不变 销量或营业收入越高 稀税前利润就越高 那么固定成本和稀税前利润比值 就会越小 一加上二者的比值 得到这个金杠杆系数也会越低 而金杠杆系数越低就意味着什么呢 金杠杆作用的会越弱 相应的 当营业收入或销量为零的时候 那大家知道金杠杆系数的计算公式 分子的边际贡献 它就是零 因为销量为零 而分母的销量利润 刚好就是负的固定金杠成本总额 那此时二者比值是什么呢 也是零 但要注意 金杠杆系数等于零 只是告诉大家 金杠杆系数可以有这么一个取值 但千万别认为 金杠杆系数等于零 是说没有金杠杆作用 一会儿你会看到 没有金杠杆作用的时候 杠杆系数应该等于一 而不是零 第二性质要明确 金杠杆水平是由固定金杠成本 和锡水间利润来共同决定的 好 很好理解 还看这个公式 计算金杠杆系数 一共涉及几个变量啊 不就是分子的固定金杠成本 和分母的锡水间利润吗 而且很清楚 由于固定金杠成本 在杠杆系数的分子 从这个公式来看 所以说杠杆水平 跟固定金杠成本之间 同向变动 而锡水间利润怎么样呢 在分母 所以说金杠杆水平 跟锡水间利润之间 是反向变动 好 具体来讲 大家需要把握住 这么一些个观念 比如说我们先看 固定金杠成本 注意杠杆作用 以及杠杆系数 都是跟固定金杠成本之间 成同向变动的关系 好 首先 根据杠杆相应的定义 你能够理解 金杠杆作用 是因为固定金杠成本的存在 而存在的 所有杠杆相应 都是因为某项 固定成本的存在 所引发 对吧 相应的 固定金成本越高 金杠杆作用就越强 金杠杆系数 也会越大 从公式 可以看出来 反之 如果企业 不存在固定金成本 那就意味着 金杠杆相应 产生的根源 那个基础 就没了 那此时 就不存在 金杠杆作用了 而按照公式 当没有固定成本 存在的时候 计算公式当中 分子的边际贡献 跟分母的 细数间利润 其实就相等了 对吧 那二者相出 怎么样呢 杠杆系数 就等于1了 或者按照 1加上 固定成本 比细数间利润 那个公式 也很容易 能够推出这个结论 分子的固定成本 是0了 那么他处于 细数间利润 也是0 那么此时 金杠杆系数 就剩个1了 所以说明确 如果企业 不存在固定 经成本 那么就不存在 金杠杆作用 那此时 金杠杆系数呢 应该是等于1 而不是0 而杠杆系数 等于1的 经济是什么呢 就意味着 稀采前利润 和营业收入 或者是销量之间 是等比例变动的 好 现在你能理解了吧 为什么说 在不存在杠杆作用的时候 杠杆系数 应该是1 而不是0 因为所谓杠杆效应 实质就是一个 放大变动性的效应 如果没有放大变动性 而是等比例变动 这不就意味着 没有杠杆作用了吗 而等比例变动 就意味着 吸水钱利润的变动率 和销量 或营业收入变动率 之间的比值 应该刚好是1 好 大家再拓展一下思路 除了不存在固定 经营成本 将会使杠杆系数等于1 之外 还应该有一种情况 也会使 经营杠杆系数等于1 能猜想到了吗 很简单 大家知道 经营杠杆系数 应该是有两个变量 来决定 一个是分子的固定 经营成本 一个是分母的 吸水钱利润 好 这里我们讨论其中一个了 当固定经营成本 F为0的时候 不存在 好 那杠杆系数 等于1 对吧 那再看分母 如果吸水钱利润 趋近于无穷大 怎么样呢 分母无穷大 杠杆系数 它也是1了吧 好 那什么因素 会导致 吸水钱利润 趋近无穷大呢 三千变管 失误当中 它应该不存在 咱从数学意义上 是可以把它推理出来的 那大家知道 如果单价 单位变动成本 和固定经成本总额不变 吸水钱利润 其实它就是 销量的函数 或者说营业收入函数 那显然 销量 或者是营业收入 越高 怎么样呢 吸水钱利润呢 就会越大 当销量或营业收入 达到无穷大的时候 吸水钱利润呢 就会无穷大 此时呢 就没有经营杠杆作用了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 讲到的这个规律 营业收入 或者销量越高 金杠杆系数越低 金杠杆作用会越弱 而当营业收入 或销量达到 比如说无穷大的时候 金杠杆系数就是1了 此时金杠杆作用没有了 对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讨论一下 金杠杆跟吸水钱利润 之间的关系 大家注意 它是反向变动关系 利润越高 杠杆系数应该是越低 杠杆作用也是越弱的 但是还是看这个公式 一是一个证数没问题 固定金杠杆总额 它也得是个证数没问题 但 气账利润有可能为正 有可能为零 有可能为负 对吧 好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不同的气账利润水平下 这个金杠杆效应 是怎样一个特征 好 首先 如果 吸水钱利润大于零 那大家不难理解 固定金杠成本 和吸水钱利润的比值 也一定是大于零的 而加上一个1呢 就意味着这个杠杆系数 将会横大于一 好 记住一个结论 在吸水钱利润为正数 也就是公司在经营方面 是盈利的状态下 只要存在固定金杠成本 会有金杠杆系数 横大于一 什么意思呢 金杠杆作用是横定存在的 也就是说 只要销量变动 就一定会引起 吸水钱利润更大幅度变动 但是我们刚刚也推理了 它会随着 吸水钱利润的上升 这杠杆作用会减弱 因为反向变动吗 再有 如果分母的这个吸水钱利润等于零 也就是我们将来在 本量力分析当中所提到的 保本状态 或者说盈亏临界状态 那显然 由于分母是零 那这个金杠杆系数将会无穷大 什么意思呢 表明企业在威力状态下 也就是说 盈利和亏损只是一步之遥的状态下 这个金杠杆作用会很强 相应的经营风险呢 也会非常的高 对啊 你不难理解 这不就正好处在悬崖边上一样吗 你往前走两步 你就能够盈利 你往后稍微退点就要亏损 多难受啊 所以说这是金杠杆作用 以及经营风险非常高的状况 反之 如果吸水钱利润为负数 注意 至少在短期来看 企业有可能在经营上亏损 吸水钱利润呢 为负 但任何情况下 企业不能接受什么呢 编辑贡献 为负数的局面 如果编辑贡献是负数 如果是种产品的话 它应该停产 如果是个企业的话 它就得停业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单价 比你的单位变动成本还低了 那随着你的销量的增加 你的编辑贡献的负数会更大 你的亏损会更多 那出于自立行为原则考虑 我越多干 亏的越多 那我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别干了 对吧 那企业不就关门了吗 所以说明确 即使吸水钱利润小于零 如果企业要持续经营 它必须得保证 编辑贡献是正数 那大家看 杠杆的这个计算公式 编辑贡献 出于吸水钱利润 那就说 如果吸水钱利润 是负数亏损的 但编辑贡献是正数 那怎么样呢 二者的比值 这个金杠杆系数 它一定是一个小于零的值 好 记住 金银杠杆系数的取值范围 一般来讲 如果盈利 金杠杆系数是一定比的 如果亏损 是一定比零小 绝无可能出现零到一之间的取值 否则也违背了杠杆相应的定义了 为什么呢 比如说杠杆系数 你算出个三分之二来 那应该讲 就胡说八道了 什么意思呢 杠杆系数三分之二 那就说明 销量变动1% 只会使吸水钱利润变动 0.67% 好 销量变动不仅没有放大 吸水钱利润变动 反而缩小了 这应该讲是矛盾的 所以明确的概念 杠杆系数 尤其是金杠杆系数 绝无可能在零到一之间取值 就是因为企业不能够接受编辑贡献为负的状态 好 我们再讨论一下金杠杆与金杠风险的关系 我们这样就说了 我们讨论杠杆效应归根结底 还是为了明确风险该怎么衡量 好 那金杠杆跟金风险就是有关的 好 简单回顾一下什么是金杠风险 我在这里呢 就再强调两点是跟一会儿我们讲到的 金杠杆相应有关的 首先 金杠风险的表现形式 或者说它的衡量的方法 就是吸水钱利润的变动性 这是要明确的 再有 金杠风险是企业从事金杠活动 必然要承担的风险 一个企业如果说他不承担金风险了 那只能说他关门大吉了 好 在这两个基本关键基础之上 你去体会 金杠杆跟金杠风险的关系 到底是怎样 好 明确结论 金杠杆是放大 金杠风险 注意我们的措辞 放大金杠风险 我可没说金杠杆是引发金杠风险 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刚刚强调了 所谓的金杠风险指的是 吸水钱利润的变动性 你再回顾一下金杠杆相应的定义 是指由于固定经营成本存在 销量或营业收入变动 会放大吸水钱利润的变动性 好 那放大吸水钱利润变动性 不就等于是放大经营风险了吗 所以明确 经营杠杆作用越强 经营杠杆系数越高 经营风险的就会越高 比如说经营杠杆系数是两倍 那就是销量变动1% 会使吸水钱利润变动2% 如果金杠杆就是10倍的话 那就意味着销量1%的变动 就会使吸水钱利润产生10%的变动性了 吸水钱利润变动性更大了 那就意味着经营风险更高了 再有我们明确 经营杠杆只是放大经营风险 但并非是引发经营风险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虽然能够退理出来 经营杠杆作用越弱 经营风险就越小的结论 但是我们不能够这么去推理 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经营杠杆 就没有经营风险 这个观念可就是错的了 好 要明确 即使公司不存在经营杠杆 好 那大家还记得 经营杠杆如果不存在的话 经营杠杆系数怎么样呢 应该等于1 而经营杠杆系数等于1 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销量或者是营业收入变动 将会引起吸水钱利润怎么样呢 等比例的变动 好 你别管吸水钱利润是更大幅度的变动 还是等比例变动 只要吸水钱利润变动了 按照经营风险的那个含义 你就应该能够理解 这就叫做有经营风险 对吧 因为经营风险就表现为 吸水钱利润的变动性 所以说明确 即使经营杠杆不存在 经营杠杆系数等于1 经营风险 也就是吸水钱利润变动性 它仍然存在 只是怎么样呢 不会被放大而已 表现为 吸水钱利润的变动性 跟销量或营业收入变动性 是一致的 再有 经营杠杆只是风险放大的 一个潜在因素 怎么讲叫潜在因素呢 你就回忆经营杠杆效应的那个定义 我说了一共是有三个关键点 首先 经营杠杆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 因为固定经营成本的存在 而它的激活条件是什么呢 销量的变动 注意这个激活条件 也就是说 缺一不可 如果这个企业有很高的固定经营成本 但同时它缺乏经营杠杆作用的激活条件 就是说 这家企业的销售量非常的稳定 那么较高的固定经营成本 其实也引发不了一个非常大的杠杆作用 好 教材指出 经营杠杆的只是风险放大的潜在因素 如果企业能够保持稳定的销售水平 以及成本结构 就是说的 缺乏经营杠杆作用被激活的条件 那么较高的经营杠杆系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必须明确 其实无论是经营杠杆 还是后边讲到的另外两种杠杆 它都得是因为某一个变量的变动 才能够被激活 再有我们知道 由于经营杠杆作用是由两个因素来决定 一个是固定经营成本 一个是稀税前利润 因此也可以明确 在控制经营风险 特别是通过控制经营杠杆水平 来控制经营风险的时候 不能够只考虑固定成本的绝对量 而应该关注固定成本和盈利水平 也就是那个稀税前利润 二者的相对关系 因为毕竟二者共同决定经营杠杆作用 对吧 二者相除加上一个一得到的是那个细数吗 这个观念必须要明确 好下面来看2012年的一个单项选择题 下列关于经营杠杆的受法当中 哪一个是错误的 很好判断 A经营杠杆反映的是营业收入变化 对美股收益的影响程度 不对 一会你会看到 营业收入变化 对美股收益的影响程度 不是经营杠杆而应该是联合杠杆 按照定义 经营杠杆应该反映的是营业收入或者是销售量的变化 对谁呀 对稀税前利润的影响程度 也就是放大稀税前利润的变动 好 A是错的 单选题吗 A如果是错的 BCD就都是对的了 好 来看一下 B如果没有固定性经营成本 则不存在经营杠杆相应正确 按照定义 经营杠杆相应是因为固定经营成本的存在所产生 对吧 如果没有固定经营成本 那显然经营杠杆相应就没了 此时经营杠杆系数呢 也就是1 对吧 C 经营杠杆的大小是由固定经营成本和细节前利润 共同决定正确 咱又说了很多遍了 计算经营杠杆系数的公式之一 就是1加上固定经营成本和70千利润的比值 对吧 D 如果经营杠杆系数等于1 表示不存在经营杠杆相应 正确 一定记住这个结论 无论是什么杠杆相应 不存在的时候 都是杠杆系数等于1 意味着什么呢 没有放大变动性的效果 而是等比例变动 好 本期答案呢 应该是选项A 1 5 3 4 2 2 3 4